过年千万不要买车 因为这个时候汽车的价格最贵 如果你偏要入手 那么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三万圣油耐用王 一公里只需三毛到四毛 并且价格优换以后只需要七万多 空间方面更是能够碾压同级别车型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现代伊兰特 要说十万内落地的车型谁的颜值最高 那么这款车肯定是当仁不让 激进的外观 犀利的大灯 再配合车身优雅的腰线以及车内的大空间 确实让它能够领跑紧凑合资车 作为现代旗下当家花旦 这款车至于值不值得入手 它的优缺点在哪里 今天就带你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先说优点 外观方面肯定是跑不了的 非常能够吸引那些精神小伙 在同级别车型中也是属于鹤立机群的存在 而在内饰方面 双联屏的设计对于一款紧凑性合资轿车来说 绝对是拥有着乐器的表现 并且在空间方面轴距达到4米680 车长4米720 它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丝毫不输同级别车型 最后一点就是动力方面 入门机车型标配了1.5升CVT变速箱 和1.4T7档干式双离合 百公里油耗能够低至5.3 1.5升版本能够给到你很好的驾驶平顺性 而1.4T则是能够给到你速度与激情 让你行驶起来更加的轻快 并且方向盘没有虚位 就算是你在城市中待步走走停停的情况下 那么它最高油耗也才7个多 不得不说在这方面它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而说完了优点 那么我们再说它的缺点 品牌印象力低 面临的就是不保值 再也就是行车体验一般 毕竟底盘采用的前迈腐性和后扭力量是非独立选价 舒适性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 并且车内的噪音跑高速的时候特别的明显 不过话说回来了 7万多的价格入手一款现代伊兰特 我们也没有必要奢求什么了 最后我们来看它的价格 官方指导价99800到141800 现在只需要76800就能够入手了 这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对此你会心动吗 第二款丰田丰兰达 这款车的推出正好满足了我们农村消费者 想要入手盒子SUV但又不足的情况 入门级车型优惠外号只需要11万5800 顶配车型优惠外号也才15万9800 相比其他车型动辄17万8万的价格 这款车则是很良心 并且车长4米485 轴距2米640 车内也是比较宽敞 配置也是比较丰富 像六气囊 发动机启停 上坡辅助也是都有搭载 不过这款车更适合推荐13万9800的版本 优惠完以后是12万9800 相比入门级车型在安全辅助上面多出了5项 再加全速自信训航和驾驶辅助系统 A2级别自动驾驶 电动天窗 无钥匙进入 都是能够给你在行车过程中带来高效的出行 说完了内饰和空间 那么我们再看看它的动力 全系2.0升发动机 匹配CVT模拟适当面子箱 百公里油耗能够低止5.8 并且马力171 扭矩205 实际来看的话也才7个油左右 折算下来1公里才3毛到4毛 它称得上是名副70的省油王 只不过它的缺点就是噪音大 内饰比较简陋 这都是消费者公认的 并且像入门集成型连个天窗都没有 底盘还采用了后扭力量式非独立选价 乘着体验就更不用多说了 这款这不适合跑高速 如果你只看着它省油耐用的三大件 那么入手还是很不错的 对此你会心动吗 第三款现代图胜 不得不说 这款这自从大幅度优惑完以后就更值得入手了 但要我说还是考虑它的2023款成型比较合适 首先从动力方面来看 1.5T 8AT变子枪扭矩能够达253 马力能够达200 虽然它价格于红外合适到134,800 相比2022款的2.0升6AT和1.5T7档干细双离合变子枪好了太多了 动力也是更加的平顺 油耗还比较低 无论是你城市待不孩儿高速行驶 它都能够给到你不错的出行体验 再加上车长达了4米670 轴距2米755 空间大 底盘采用了麦福逊和多连杆 车内还有三个气囊 车侧盲区 在这方面的表现它还是很让人满意的 而且再结合7英寸的一金一表 10.4英寸的中国平行 科技感也还不错 现在13万多入手这样一款车型 你觉得划算吗 对此你怎么看呢 一上仓款车型你更看好哪一款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